刘彦涵打接应释放新信号 杜青青曾春蕾不利 李莹莹铁定接班朱婷 小编提醒 需要中文字幕的朋友请点击右下角打开字幕 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 多谢您点赞 欢迎您评论 中国女排在最新综合信息中显示 巴一主攻大将刘彦涵在国家队改到了二号位 成为接应位置上令人期待的球员之一 从调整角度来说 刘彦涵并非接应位置新人 因为在2015年世界杯首轮对阵塞尔维亚的比赛中 首发接应曾春蕾九扣一中二失误输掉第一局 关键时刻刘彦涵以替补接应的身份挺身而出 中国女排三比一实现逆转最终时隔一一年后再夺世界冠军 而在联赛和全运会比赛中 刘彦涵都有出任接应二传的经历 因此对于他本人来说 接应位置并不陌生 但是就进攻威力等技术角度而言 刘彦涵在二号位的进攻显然不如四号未来的顺风顺水 而且无论是后排的防守还是调整传球 他的能力都有所欠缺 当然 任何事情都会有得有失 曾在亚洲杯半决赛上狂砍42分的刘彦涵 赛进攻端无比犀利 已经无需再做验证 而他此番被改到接应位置上 显然是主教练郎平对接应位置的现状并不满意 新一届国家队中 有龚翔宇 曾春磊 杜青青三名正牌接应 以及第一阶段改打接应的毛军仪和正牌接应陈佩妍 不过这些球员都不能令郎平放心 而曾经重点培养数年的杨芳旭也于去年亚运会前夕突然退役 刘彦涵的加入 很显然是弥补杨芳旭的位置 而曾春磊 杜青青目前应该是不能令郎平信服 龚翔宇虽然也有不足 但是在世锦赛上表现出了综合全面的一面 何况有六轮一传能力的他 能够减轻朱婷的一传负担 更大限度的发挥朱婷的进攻能力 此外还能够支撑朱婷加李盈盈的攻击型主攻组合 另外之前一直有李盈盈 正义新改打接应的猜测 而此番刘彦涵出现在二号位上 也说明了李盈盈的方向就是朱婷 而郑义新也铁定是复攻位置的重要球员 技术存在偏科的刘彦涵出现在接应位置上 贴给了中国女排第二套战术变化 秀氏朱婷加张长明 来确保强力接应 此外 刘彦涵单刚接应也释放出了另一个信号 秀氏龚翔宇或者李盈盈不一定能够出现在天津女排亚剧杯赛场上 因为此前联赛中有龚翔宇膝盖出现伤病 李盈盈腿部肩部受伤的信息 二人目前伤势应该已经有所恢复 但是能否立刻出战激烈的亚剧杯也都是未知数 而刘彦涵改接应也给了天津女排更多选择 秀氏李盈盈 龚翔宇若是都需要养伤 不能出战亚剧杯的情况下 那么天津女排立刻可以祭出克兰切为奇加刘晓彤加刘彦涵的亚剧杯阵容 攻防均衡 也是夺得冠军的最优组合 如此调整练兵 将刘彦涵放在接应位置上 可见郎平为了中国女排以及天津女排的成绩 也是煞费苦心 小编多谢各位看官